很多同學進入大專後才發現自己面臨的挑戰遠超上像 大學的教學模式和中學很不同 上課的時候可能老師就對著一版 整版都是Keywords的PowerPoint,然後飛來飛去 上課後都不知道自己知道什麼 大家都會懷念中學的時候那種簡單容易明白的筆記和講解 如果剛才所說的都是你的困擾的話,我相信我幫到你 教了十多年拜阿,我會比較容易知道你有什麼不明白 也知道怎樣說你才會明白 我也清楚一個老師出卷的時候,究竟他在想什麼 究竟哪些才應該要考的重點 大學救生艇就是一系列的影片去幫大家渡過難關 如果大家想拿筆記去用的話,就下面有一條link 大家可以填上那條link,就可以用到筆記了 在Live Science方面,如果大家有很深入或者很緊急的需要的話 都可以WhatsApp跟我聯絡,我們可以聊聊怎樣幫到你 大家好,今次我會跟大家講解Anatomy和Physiology 我基本上都是跟著Nokes去講解的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Content Page 第一個篇章比較短一點 Introduction,很多東西都會跟中學大家學過的東西是重複的 所以我可能會講得比較快一點 我們由1.1開始 由於今次我第一次跟這份Nokes去教 我會講解一下Nokes裡面的構圖 大家會看到我會有兩本文書 我主要是參考這兩本 有時如果我參考了其他資料,我會把reference放在這裏 那兩本文書 第二本就是很詳盡的教科書 是這一本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不過也挺難看的 開頭那些就還好 後面有些是講得很仔細的 你順著看基本上是很難靠得下的 還有對於大家 我想大家很多都在讀大專 E1,E2這樣的話 你不需要去到這麼深的 而Textbook 1 其實就是按Textbook 2去簡化而成 按著這個詳盡的版本 然後針對Nersing同學的需要 就做一個簡單一點的出來 內容很多會差減 那我這份Nokes 我的章節的編排上的 我主要是跟Textbook 1 我主要是跟這一個編排 而去到有些細節 我覺得是為了幫到大家理解得好些 我會講深入一點的話 我就會參考Textbook 2 所以一般來說我會對著這份Nokes去講解 而有需要的時候我會回到這兩個Textbook 而現在我在錄影片 我錄好之後 我的影片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現在還未錄好 所以這裡是空白的 如果錄好之後 大家再開一份Nokes 就會看到這個影片 這裡會有連結 就是我現在錄這條影片 這個Learning Objectives這部份 我大致上是參考Textbook 1 之後多數的Session都是這樣 我們現在開始看 大家就需要了解 Anatomy 即解法學 和Physiology 生理學究竟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看一看這個table 如果大家是在讀Nursing 或者其他Health Care相關的科目的話 Anatomy 和Physiology 你應該是一開始就讀的 而它也是一個基礎 大家之後去學的其他東西 都會不停地用回這兩個學科的知識 所以這個基礎打得好 打得穩固的話 對大家之後的學習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而有些院校就會分兩個Cores 即是Anatomy 和Physiology 分開 有些就會結合在一起 各有各的好處 我先講一講Anatomy Anatomy 顧名思義 就是關於一些Structure 即是中文解法學 最初就是由解法去看看一個人入面 主要是講人 人入面的結構 其實也不止 那些就叫Gross Anatomy 即是你真是劏開個人 究竟有什麼器官 另外就是Microscopic Anatomy 即是會看回Tissue 即是有個Cell 主要就是跟Structure有關係 但如果你撇開了Physiology 只是讀Anatomy的話 你會很多東西就會發覺 一大堆結構 是不是死記的 又不能解釋 很多時候他們的解釋 其實是Physiology那邊 所以你割裂了的話 學習上會有一些困難 另一方面 Physiology相對來說 就是關於Function 即是那些Structure 它究竟運作的原理是怎樣 又會分不同的層次 例如分到最小的 可能是Cell 怎樣運作 一個細胞怎樣運作 接著去到一個器官 或者整個System 整個系統怎樣運作 而我們學Physiology的時候 一定會涉及一些Structure 你要知道基本的Structure 才能說得到它怎樣運作 所以如果你沒有Anatomy的基礎 學Physiology的時候 會有一大堆 不知道在哪裏爆出來的Structure 而有些院校就會將它們整合 可能變成Human Biology 即是整合了這兩項 接著就去教 這時候你學的時候 會比較連繫到兩邊 我覺得是好些的 但有時你看著一份Notes 或一個課程的時候 它其實兩邊理解 即大家都在學同一個 subject 同一個對象 但你從兩個角度看 它切入一點不同 如果你這個位置 不是弄得很清楚的課題 有時會有些混亂 即是讀讀一下 為何會覺得東西飛來飛去 或者學的模式會差那麼遠 這個大家要留心 在之後的講解裡面 我都會分開 即是究竟是 我現在是用Anatomy的角度去理解 那個內容 還是用Phys的角度 這個會幫大家去釐清一些思路 然後我們看下一個Session 就是Organization of the Human Body 即是人體 我已經分了多少個組織層次 Level of Organization 如果大家在香港考DSE 你很大機會會做過一條Path Paper 2020年 沒有記錯了 2020年的Essay 就是你分了不同的Level of Organization 然後你解釋 究竟我們的身體是怎樣去運輸氧氣的 中間有很多細節 比較詳盡的講解 我就放了這條片 那些我現在不會再重覆多一次 大家可以看回這條片 對於一些跟中學的連繫很強的內容的話 那我在Fernox那裡就有一個Session 即是有一個部分 就叫做DSE Blittering 那就是幫大家把中學好的東西 和你現在大學學的東西 你連繫回它 那你會學得好些 那些東西不是石頭爆出來的 你之前是有些基礎 那我這裏就按回Textbook裡面的金字塔 就按回那個層次 和大家是go through一次 那最小的層次就是Atom 即是原子 那譬如以水淮麗 Hydrogen Atom 和Oxian Atom 那接著它們組合了 就是一個Water Molecules 那再上一層就是Cell 那這些大家都學過了 如果你真的完全沒有拜O基礎的話 即是中學沒有讀過 我都有一些學生是這樣的 即是中學讀文科 後來就中途出家 那這樣的話都不要緊的 之後我一直下面都會有一些 referred from我教DSE的影片 你可以看回補回我底 譬如Sell Core Level 那這些就在這裏就不重複了 那同一類的Sell 它形成了一堆細胞連在一起 就憑一些特別的功能 一些功能 就叫做Tissue 例如Smooth Muscle 而再有不同的Tissue 組合一起去完成一個特定的功能 那就是一個Organ 譬如好像這裡這樣 這個是一個Batter 一個膀胱 然後再不同的器官 再組合就是一個System 譬如這裡有個例子 就是一個Unery System 即是一個備療系統 那很多個系統 即是呼吸、消化、生殖等等 如此類的 整合就是整個人 整個人就運作到 那這裏就是不同的Level 那具體的思路 如果想再了解詳細一點 就可以看回這條片 而人體有幾多個System 有11個 如果大家要記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記 你可以記住 有些小朋友 爬了上一棵樹 然後上高有些底褲 有些Under 其實我畫過AI畫兩條 即是畫了四條 就算了 有它 所以有個Square 其實這裏就是一堆的简寫 每個字頭除了有B B是Blank 是沒有東西的 因為組合到有意思的字 大家可以記住 第一個就是Cardius Regular 即是心血管系統 然後是Infectic Lumbar Infectamentary 外皮 這個字是陌生一點 大致上在對人來說是解皮膚 然後是Muscular 即是肌肉 Skeletal 就是骨 Urinary 就是鼻尿 Nervous 神經 Digestive Endocrine Respiratory 和Reproduction 這些中文我都不做過讀 大家可以用這個字頭 最後記住 底褲上有兩條 有一個Square 因為有兩個都是R字頭 在這個階段 我們想再看得仔細些的話 我們可以看下一版 下一版 我就在本書那裏開大一點 在本書那裏 拌了圖上來 不同的Systems 有些解說 大家可以量量看一看 包括了什麼器官 現在都是看一看就算 因為之後 其實我會逐個Systems去解釋 即是把細節 所以現在大概有個印象 知道那個Systems 包含什麼器官 大概是怎樣解釋 就算了 然後我也都會放了一些3D model 這個就是那個3D model 我們可以按進去看一看 這些3D model 大家可以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看 這個系統 大家可以這樣轉一下轉一下 這個就是按住Mouse的左邊 然後如果你想這樣移動 就是右邊按住 如果你用iPad的話 就是這樣移動 就是這樣移動 你握住兩點 就移動 就是這樣移動 這個Model 大家看一看就知道 它會把不同的Systems 這樣拆開 比如去到這個位置 想看清楚一點 就停了它 然後就可以這樣去看 也可以在不同角度 可以移動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去幫大家去看清楚一些Structure 對於Anatomy 就非常之大幫助 我這裡就不慢慢講 因為之後 我們去到不同的Systems 的時候 我們就會回到其他的3D model 幫大家有更新的了解 我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